各位三位也提到军队的腐败 到目前为止还是存在 既然这样我们谈谈腐败 到底为什么还是这样 习近平上任第11年 前两人尤其第一任 开始透过王岐山的手 整肃了很多议题 借由反腐反弹 整肃一级经济权威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何平你怎么样看待 你刚才提到的军队腐败 是已经很普遍的形象 当然到底有没有改善 有没有改进 或者跟以前相较起来 我们很难有一个数据 你怎么看待何平 什么问题 抱歉你再讲一次 就是腐败 你刚才提到腐败 军队的腐败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到底现在比较坏 还是在比较好 如果有没有一个数据 比较 我们很难去比较 不过从刚才火箭军的 这种腐败现象的话 你谈军队的腐败 为什么习近平这11年来 反腐反他呢 到目前为止腐败 还是在在头上 这些腐败人士 大部分是在 非习近平时候所形成的 虽然他们在习近平时候 身为了上将或者是中将 但他们真正的培养过程 真正的腐败的基因 还是来自于当年的江湖时代 湖基本上没有怎么控制军队 军队实际上在湖的时候 有一点比较足大的一个趋向 因为当时候江泽民想利用他的军队体系 来控制这个胡锦涛 所以今天的这个腐败的问题 还不能简单来说是 习近平时候越腐 越反越腐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觉得从整体来讲 腐败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是习近平说 反腐败在人员在路上 这种说法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因为你如果这个腐败 人员在路上说明你这个机制 这是一个腐败机制啊 对吧 如果反腐败人员在路上 说明你一定是人员腐败呀 为什么人员腐败 为什么全世界的军队 很少像中国军队这样 这么大幅度的一个腐败 你说中国的军队在几百万人嘛 现在三百多万还多少 你要他抓住的人有多少 将军有多少 这个比例之大 就跟中国中央委员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一个比例看起来 你这么大的一个贪官 你还搞什么中央委员会 你还搞什么军队啊 对吧 那就说明你这个整个机制有问题 为了解放军吧 由真到的来讲 1989年屠杀了这个人民 屠杀了这个市民 这个历史的羞辱啊 使这个解放军 使真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一个人要感 另外就是尊财的这个体系 由党来控制 而不是国王尊 谁发一个最起码的一个 一个监督的一个体系 现在光是靠习近平这样抓人 这样去认罪啊 我觉得 从他长期来讲 你习在台上 可能可以得到控制 那习下台了 这个腐败又会重新来 把腐败在这里还是需要建立法制 建立街道体系 如果不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 你就这么人女抓 就是他根本抓不完的 对吧 因为绝大多数的官员 即使在你习近平阵上 不是那么腐败了 但是大部分的官员 还是在这个 这个之前就成长起来了 而且而且过去三十年 有几个官员没有腐败啊 那基本上你都会全部抓起来 都没有问题啊 对吧 这可能吗 这会使你的这个 党内的权力运作系统 这种会灵活吗 现在不清楚 但是这一次的中纪委的会议 你看不到任何的心意 你也看不到任何的进步的迹象 还是在那讲那些套话 人女在路上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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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很糟糕 而且对这个官员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阴影 人女在在笼罩在这样一个 随时可能被抓的一种状况 所以现在的官员 运气很大也是可以想变的 是说明你之前节目里面谈到腐败 你说腐败也是一种动力 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网民啊 或是我们的这个朋友啊 看来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 觉得很顺啊 那刚才何必也提到 你怎么看待 你怎么看待现在 军中普遍的这种 还是存在的腐败现象 是 我也看到很多 几乎没有人会同意 腐败是一种生产力 腐败有助的经济发展 我这是说法 但是你也可以倒过来证明 中国现在经济不发展 中国现在经济呢 可以滑坡了 恰恰证明了腐败呢 翻覆成功了 这是一个倒过来的 就是腐败基本上得到了 遏制 因为中国的经济和 任何其他经济啊 都不一样 它既不是苏联的那种 传统的计划经济 它也不是西方的 所谓的市场经济 它是一种的就是在一党制下的 高度集权下的 叫国就所谓的国家体制吧 这种经济呢 我称它叫市长经济 它是由权力主导的 由资本的跟进的这么一种经济 在中间的腐败起的作用 不仅仅是80年代 他们讲的润滑季 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 一种巨大的生产力 它把官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而现在官员积极性的基本上是没有了 这都负面证明 反腐基本上是成功的 但问题就腐败这东西呢 它其实是以制度无关 它与人性有关 什么制度下都会有腐败的 但是腐败你要把它限制住的话 那制度是有用的 我再就举个例子 曾经香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 大部分人就要腐败 我们讲到腐败 比如说劳中时代 基本上就没有腐败 那时候 但你一定要苟言苟辩 你跟我说有腐败 那个时候走后门就腐败 八大元就有腐败 卖猪肉的 把它那一刀切下去 给你肥的还是瘦的就有 如果你一定要把那个说成腐败的 那我也不会去跟你争论 这个属于就是无意争论 就像我跟你说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 你就跟我说黄金光董神瑞 那你肯定赢 我就不用去争了 就毛人时代基本没有腐败 那个时候没有腐败的条件 不是人不腐败 那个时候的制度呢 也相当厉害 就是一建国 毛就先杀了两个红军过来的人 刘青山张子善 那确实是很厉害的东西 但到了后来呢 经济发展了 各种要求放宽了 实际上当时就是没有制度 所谓改革开放 就是打破原有的制度 就怎么顺怎么来 所以腐败就大量的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到了习的时代 他又开始呢 要整治这个腐败 因为确实已经到了 代步整治 这个国家 这个党可能 这几年之后就不会再存在了 就中国的腐败的官员 他们想的东西 说我们所接触到的人那些 左派想的是公平正义 右派想的是民主主义 腐败官员都觉得 你们还没明白呢 还在讲那些小儿科的东西 什么民主自由公平正义 人家想的就是怎么 接触他这个权利 能捞多少 捞多少 把共产党的吃干喝净 最后呢挖坑埋了 我呢排排屁股 到美国做义工去了 人家想的是这个 你这个政权垮不垮 这个大厦清不清 他不关心 这是腐败官员 他想的病例远得多 那么腐败怎么制止住呢 就回到香港那个例子 香港那是非常腐败 全世界大概是最腐败的 十个政府之一 在73年的时候呢 当时还是港英政府 他们就搞了一个呢 就连政公署 其实中国现在有点学他 就连政账户吧 连政公署呢 做的事跟习上来做的习王 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反复永远在路上 就是有多少抓多少 零容忍 就这样折腾了四年 折腾到77年 结果香港腐败了 不光没有制止住 社会还更加动乱 就是黑的白的就混一道了 最后就是连警察 这些公务员呢 去围攻连政公署 变成这么一个局面了 结果到77年1月1号 香港政府 总结经验痛定失痛 来了一条呢 就是打赦 其实中国早就该打赦 到现在还是反腐在路上 不是一几个好的政策 他打赦的结果就是说 7年1月1号之前 所有有腐败的行为的官员呢 一律就是分别 不再追究了 但是1月1号之后呢 那个时候那是李荣人 那为了防止进一步的腐败 那你这么宽的政策 那人家接着贪嘛 不怕了 对不对 他除了一个大事呢 他还有四条 其他的政策 我称他叫四个组合权 哪四个呢 第一个就是教育 使这些官员的公务员的不敢 就是就不想贪 思想上解决问题 第二呢 就制度 使你们不能贪 非常严格的审核啊 各种各样的制度 第三呢 就是严惩 是你不敢贪 最后一条呢 高薪 是你不必贪 就一个大社 四条 政策辅助 香港可以说是 一夜之间变成 全世界前十名的 最亲烈的政府 人性没有变 还是这些公务员 政府也没有变 还是港英政府 但是腐败问题解决了 就大陆实际上 应该是走这条路 王岐山在七八年以前 曾经提过 就是要做到最后呢 就是不想贪 不敢贪 就是不愿贪 当然他没讲 不必贪的一条 不必贪 你需要高薪 在今天的中国呢 实际高薪养年 做不到 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够高了 而且公务员已经太多了 那你在高薪的话 老百姓更熟了 但是至少你可以部分的 采取香港的政策 你现在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不光是 我不能说社会不稳定吧 至少官场不稳定 因为你要查的话 造差20年 永远在路上 造差20年 恐怕没有几个人进查 就腐败 我前不久跟国内一个 很好的朋友 我在请教他 他也做过官 也跟过中国的一些领导 他说到底有多少人在腐败 他说实际上的 灰色腐败 大概是绝大多数的 那种绝对的腐败 和绝对的不腐败 就是两个极端 就是大概5% 那种绝对的腐败 就像 几个亿几个亿的这样 拼命往家里搬钱的那种 和真的就是一点都不沾的 很少 但是中间那个的非常多 就看你立什么标准 你按着什么标准去查 因为当年改革开放提的东西呢 是摸着石头过河 白猫黑猫 就是大家响应号召的就摸 摸出了今天中国经济第二 也摸出了很多腐败 你现在你又反过来说 你说你当初 把那个 所谓抓老鼠吧 你抓老鼠那个姿态 不正确 你又去查他 其实是有点不讲道理 应该反腐的工作应该结束 再搞没有什么好处 无论是 十年以前的民不了身 还是今天的官不了身 都不是好事情 某种意义上都是为真的一种失败 听到这个社民 看来这个讲了这个反腐应该请了 表示习近平这个反腐打他没用吗 是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没有用 我是说他这种做法的实际上 就是有个度吧 已经过了 你会 你到官场去谈一下 官集门来 官场基本上都 也是都在骂粮 商场骂粮是因为送钱送不进去 是现在 说没反腐了 遏止住了 官场骂粮是因为你没完没了 我先呢 就是我是说 反正我们就谈不同意见吧 相同的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呢 不同的说 首先呢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呢 古拜是非常厉害的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盛平不在中国似的 因为你看我回老家时候啊 那个干部就是吃喝在对头 老百姓在干活 他们就在对头 现干部 那些什么各位会论 都从老百姓上去 那种那种霸气 他就他可以一句话 可以把人捆起来 我就滥用权力 那时候因为这个 那时候没什么规矩 我不知道盛平是哪听来 说那时候有规矩 那你说那时候之所以 你看不见 反正老百姓手里没有资源 但你知青为了进城 把自己献给大杜书记 对吧 献给党 那个这个 这都是很普遍的情况 那时候两瓶酒 对吧 两瓶二锅头 什么这些 想用这些东西进行的 这都是非常普遍性 再一个那时候 高级干部 基本上都是吃住在 招待所里 甚至带着一家一家 你的行政首长 还有军队 你的都是一家一家 所以弄得 邓小平出来 都要制定 这个干部的住房管理规格 而且呢 公车什么使用 都要过去都是 完全就 做公车呀 毫无节制 就是把国家资源 在那挥霍 所以我觉得 那时候腐败 就基本上到了公司不分 只是因为呢 那时候老百姓手里 没有什么资源 做什么那个 一个自营车票 一个缝纫机票 那就叫做很大的一个资源了 那是很普遍的 当时行贿受贿 所以呢 这个我们放下来 那腐败呢 我觉得应该说 反腐永远在路上 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就全世界都这样 你看美国也是什么 反腐永远在路上 他也有些部门 专门查腐败 你中国 中国你搞了个纪委 对吧 在那个 你说你不查腐败了 这个说不过去 那那些人发这么工资 干什么 那他们的专业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反腐永远在路上 是因为人性中有堕落的一面 对吧 那中心 有信仰人都知道 此生此世啊 人呢 实际上是不可能做的干干净净的 耶稣对吧 有个那个谁 他们把这个寄予带到耶稣面前 耶稣说你们神心里 要是没有那个什么 那你们就可以拿出砸的 那以色列人就比较有良心 所以就都跑了 要中国人 你说这话 为了证明我没有 我得砸对吧 本来还不想砸 我得砸 对吧 这个他就 这些呢 就说明腐败是人的天性 刚才圣平说这个呢 我是同意的 既然人有这样一个天性 那反腐就在永远在路上 否则呢 公权力就没有办法维护 他的正常运行 我是不同意 这个腐败是改革的 这种滑地的 当时在八十年代 我们就跟这个圣平也知道 我们在跟谁争论这个问题 我和子民在跟他们争这个问题 争的就是说 中国要靠制度 要建立一套制度 那么不能够让什么呢 因为旧的规则呢 还不能够 你这看法跟和平一样 那个新的规则呢 就搞成什么呢 就两种制度并存 两种制度 就是靠制度跟法律 然后呢 我是觉得呢 但是西方反腐动力 和东方不一样 西方反腐的动力呢 还有它的方式 基本上靠受害人举报 受害人举报之后 比如你觉得公众利益受损失 大家都可以举报 那么私人利益受损失之后 他可以举报 举报完是独立的新闻媒体 和独立的司法去审 所以他永远在路上呢 他对行政部门 他可以不去管这个事 党更不会管这个事情 那么只是被查出来之后 法律证明之后呢 党和行政部门在做出决定 那这些这个专制国家 专制国家是用权力去反对腐败 就用 但是我们都知道 腐败是来自于权力的垄断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腐败 是因为当官的权力太大 所以寻租的时候啊 获得好处太多 那些民营企业家和老板 愿意拿出相应的这种 来要他的这种特殊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但是中共这种反腐败呢 就习近平这种反腐败 永远不可能轻负腐败 甚至导致更大的腐败 我就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呢 反腐就像禁毒一样 你反的力度越大 不会让腐败消失 就这样禁毒力度大 不会让毒品要死 只能让他变得更昂贵 让那个做这个事的人呢 更敢于就更要铤而走险 对吧 这个马克思说过 资本说 这个话说资本是不对的 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竞争中 他也说只要有多少利益 可赚的时候 那就可以不顾身家性命 要去追求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中国哪朝哪代 朱元璋甚至用拨人皮的方式反腐 他腐败反成了吗 没有说 第一个来说 反腐力度越大 只能让腐败变得更隐蔽 而且回报率更高 更让人那种更贪婪 更有冒险的去做这个事 第二个呢 腐败来自于滥用权力 当你用更大的权力去反腐败 只能导致更大的腐败 那最远的不说吧 我又觉得皇帝吧 我觉得中国估计皇帝用太监反腐 去监视百官 真是非常好的一招 因为太监没有生殖器嘛 对吧 他不可能犯逃色性 不可能有男女关系的错误 然后他呢 又从小长在宫里头 对吧 从小就被阉割在宫里 他又不大可能去叙死自己的私产 那时候我说呢 中纪委如果真想反腐 就把当官都给散了 然后呢 代表他们胃都搞出有胃病 他们就不吃了 对吧 把耳朵搞耳背 他们就不可能在小声说话 在搞阴谋鬼 就是大声说话才行 这样做好啊 在生理上来轻浮腐败 人家可能比制度还管用 不行啊 你看中国最后就证明 最后太监变得是最腐败 而且因为皇帝的这么这种信任 所以反腐啊 这个东西靠权力反腐 只能导致更大的腐败 给他更大权力 最后时间长了 就会变成最腐败的 第三个呢 专制国家的反腐很大 是来自于权力斗争需要 因为反腐好用 对吧 我搞一个政敌不容易 我摘这个腐败 若在这和珅家里 有没有富可敌国 我都怀疑是前一天 大概前一天晚上 皇帝把东西送到家里 第二天再抄回皇宫来 然后定这个死罪 反正他百口没变了 对吧 这种事中国人是干得出来的 这种坏事 对吧 所以说皇帝更干得出来 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呢 就如果他用权力反腐 你像那个前两天 去年吧 和平跟高官律做个结果 高官律说 那杨焕宁 当时常务副部长 一反腐民一抓了 抓完就以富科级的待遇退休 说明什么呢 他没有 所以他就查明了 他没有问题给他放了 放了之后呢 但是当时权力斗争 他要给傅政华统治 傅政华呢 以后要给王小红统治 反正在这个当 他们得配合党 他们为党牺牲都可以 因为你入了帮 入了共产党黑帮嘛 你的帮规和家法 你得配合 所以在这种情况 权力斗争的需要啊 你像习近平现在 他越垄断权力就越不安全 他整人越多就越不安全 这种情况 他就越要用反腐 又要整人 越要整人 整人呢 又不能去整 因为我不喜欢他 我整他 因为我怀疑他要反我整他 就说给他摘个腐败帽子 往他家里塞点东西 从他兜里塞点东西 对吧 完了之后再给他掏出来 掏出来说他腐败 所以呢 我觉得习近平的反腐 一定是越反越腐 就这三个人 一 反腐力度大了 使得腐败的人 获利更高 同时呢 他就更铤而走险 第二 权力 实际上最大的腐败 实际上是滥用权力 人说窃诸者 贼 窃国者 侯 实际上 你看那个 我就注意就去年 不是2020年时候 还是哪年 咱们不是在弹劾川普时候 美国宪政学者在争论时候 有一个主张弹劾川普的 宪政学者就说 那个女的说 他说实际上 国父们在建国的时候 贪腐绝对不只是钱 贪腐滥用权力 去交换一些 不是钱的东西 因为国父其实很多 都很有钱 他不需要 钱的要钱没用 所以这些就是属于贪腐 习近平实际上 他用权力说实话呢 滥用权力 搞了很多 对吧 人民领袖了 什么这个伟大 那个伟大 就差在打一仗 然后有个伟大军事家 其他他都已经 所有人类 有的伟大头衔 他都有了 毛泽东只敢 要一个伟大导师 我看他啥都想要 那么在这种 我就说 他这个腐败 实际上是最大的腐败习近平 第三个 从滥用权力角度来 第三个呢 就是他权力斗争 现在反腐 如果是出于权力斗争 需要的话 那他就越来越需要 腐败来服务于 他的权力斗争需要 所以反腐永远在路上 而且这个道吧 越走越宽狂 反腐永远在路上 那腐败也永远在路上 那我们不晓得 绕口令要绕到什么时候 OK 好 腐败的情况 现在在中国大军队 到底怎么样 我谈完这个之后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您对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